印尼亞加大巨港亞運 中華女壘第二場 預賽碰上日本 征戰過兩屆奧運 以及第三度出征亞運的資深 左頭林素華 在第一局接連被敲出 安打丟掉了三分 杜亞廷接踢2到7局 表現愣眼 只被敲出一支安打 沒有10分 成功踩住刹車 然後球鴉第一次 自然的人就會到 讓打者打不好這樣 然後我就只有想法說 讓打者打不好就好了 什麼都不要想 我們這個策略上 是希望用這種比較低角度的球 來對付日本隊的打擊 全隊最年輕18歲的杜亞廷 堂哥是前職棒投手杜明傑 被譽違只要加以培養 未來能夠扛下 中華女壘的王牌投手 臨危壽命上場表現亮眼 只可惜中華隊團隊的打擊 發揮不盡理想 前16名打者上場的出局 到6局下半才敲出 團隊第一支安打 更到7局下半 才靠著安打串聯 破鴨蛋 日本隊的投手 我要講我們隊伍都很熟悉啦 但是他的投球控球位置也是蠻不錯的 控球也是比較低 甚至他有一些的變速球 所以在這個這方面的打擊 當然我們今天就沒有花灰 中華隊強拉尾盤 可惜後繼無力 就是以兩分差距不抵櫻花妹 曾經令楊申明強調 還要繼續調整加油 也期待延續這樣比賽 好的攻守內容 在下一站繼續努力 來與聯合採訪團 在印尼亞加達的採訪報導